好 先首先来关心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 今天的天气是受到了东北风的影响 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横川半岛 有局部短暂雨 来听听气象局预报员吕孟轩的提醒 今天天气的话主要是受到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横川半岛 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目前在东半部的降雨也比较明显 外出的话要记得细带雨具备用 中南部的影响比较小 大致上是多云道群 只有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的山区 有些零星的阵雨 温度方面在今天东半部因为雨量比较偏多 有下雨高温大概是28度左右 北部今天的高温是30 31度 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 33度 感受会比较闷热 好 另外在今天凌晨两点钟的时候 庆渡台风哈吉贝已经形成了 这个台风目前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 李孟轩预报员说 我在凌晨两点的时候 会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台性地下 有增强为今年的编号第19号台风哈吉贝 不过目前距离台湾还相当的遥远 大概是在俄乱距东方38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 未来是会朝西到西北西的方向 往琉球旅行道海面移动 陆境的话目前看在五天内 就是大概在周五左右才会来到琉球附近海面 那之后北转的几率往日本是这个几率比较高 那强度方面的话 因为它所行进的海域 其实它的大气跟海温的条件都是比较良好的 所以台风的强度会持续的增强 未来应该是会有机会来到强烈台风的等级 不过因为它距离还是比较遥远的 所以在路径上面还要继续去做观察